由于真人秀幸福三重奏的热播让大S再次出现在镜头前 每次看到他砸着双马尾就觉得又回到当年流星花园的山菜 全是回忆杀 除此之外幸福三重奏这个节目也让更多的网友 看到大S结婚之后的幸福状态 在节目里的大S可以随意跟老公汪小飞撒娇 汪小飞也是试试考虑他的情绪状态 没想到结婚多年两个人的相处状态就像热恋期 让很多观众表示很羡慕 当然期间也有一部分争议的声音 认为大S在节目里的表现过于多 面对这些争议 汪小飞也是直接在微博发声护期 生成一个女人给你生了两个孩子 还不能随时撒个娇吗 并在粉丝留言中再度护期被刷上了热搜 引来一片栗蛋 就这样全世界都知道 汪小飞是护期狂魔法 大S的婚姻生活惹得很多人羡慕 嫉妒 恨 看到这种情况 突然间觉得时间是见证一切的真理 大S与汪小飞的感情也是如此 记得当初这一对闪婚时并不被看好 一个台湾娇娇女 一个北京野蛮 生活背景差异大 性格不同 不知道怎么就一见钟情了呢 于是二人在一起时就传说大S不幸福 以及嫁豪门外面虚荣 当小三类的留言 又因为汪小飞与前女友有吵架护山巴掌的素面 被说爆脾气会不会打大S留言太多 二位已经疲语解释 被逼迫到直接宣布双双退出微博 其实说到汪小飞的脾气 大家在幸福三重咒里 看到的是比较体贴的 经常被大S说得无言以对 一脸小委屈呀 但他还真的被大S爆料 我其实脾气挺暴的 但来得快去得快 还能被大S置住 或许爱情就是这样一步想一步吧 大S曾经在受访时被问到 如果吵架谁说了算 则是以花奖的形式 爆料汪小飞吵架太会了 口才很溜 让自己望尘莫及 不过大S说自己有办法治他 那就是只要汪小飞开口要吵架的话 他就要冷战 让他自己去反省下 还直言汪小飞生气的时候 情绪很容易沸腾到顶点 他还给老公起了个绰号 叫弹跳小子 被问生气到达高点 会不会摔东西 大S就笑着说 会摔东西 但是会破的不敢摔 都是钱嘛 也就只敢偶尔摔摔筷子这样 吐槽对方是火爆浪子 但是脾气来了 很快就消了 说到脾气火爆会摔筷子 主持人问你不怕吗 不怕的脾气到打顶点 会打你吗 这时大S高情商回应 不会啊 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不会动手打人 还间接爆料 帮小飞生气厉害的时候 不会打人 只会讲话 变假音 潇洒 很像唱京剧 吐槽的时候 还一脸幸福 真是太逗了 没想到这一度的婚姻生活 这么有趣 而今回过头来看 从不被看好 到被万千网友羡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